喜欢德州的房价,但是对于德州高地税又望而却步的朋友们,今天可以看一下这套房子。 这个区域位于Woolens 77380,是Woolens的老区。 这条街上只有这几栋房子是新建造的。 同一个区域的老房子一般都在八九十年代建造,这栋新房的地税只有1.879。 所以这个区域的新房子是实实在在享受了老区的福利。 下面就跟着我一起来看一下这一栋2023年新建的房子吧。 整个房子的色调是非常简单的黑白棕灰。 进门先看到的是这个房子的office。 旁边就是给客人用的半个洗手间。 办公区域离房子的卧室区域较远。 如果是在家办公的话,就很好地做到了公私分明。 楼梯旁边是杂物间。 继续往里走的左手边, 就是洗衣房以及通向车库的进出口。 车库是双车库。 洗衣房的设计是近些年来比较流行的。 与主卧的衣帽间打通。 这样就非常方便,洗完衣服整理收纳。 接下来往房子里面走就是房子的餐厅、客厅以及开放式厨房。 这间房子只有一个用餐区域,就是在这里。 房子的基本情况是上下两层,三个房间,两点五个卫生间。 除了卧室以外,还有办公室、游戏室以及影音厅。 因为是新房的原因,所以配套的电器,比如说炉灶、油烟机、洗碗机、烤箱、微波炉等等,都是签了购房合同后才会安装的。 这套房子的建筑面积是3246尺,占地4755尺。 可能有些小伙伴会想,3000多尺的房子才占4000多尺的地,这个地是不是太小了? 等一下我会讲这个房子一大缺点。 现在我们看的是主卧,以及主卧卫生间。 卫生间有两个洗手台,浴缸以及淋浴。 对于我的角度来看,以这个房子的级别,主卧卫生间有些局促。 因为通常来讲,主卧区域是由两个人使用,所以每个区域最好能够考虑到容纳两个人同时使用的感受。 这套房子一楼只有一间卧室,现在我们就去楼上看一下其他两间卧室。 二楼的game room非常开阔,天花板是有一些教堂风格的。 game room当然也可以作为这个家庭的第二个客厅。 旁边就是它的media room。 这个影音厅是带有一个closet,所以如果缺房间的话,这个空间也是可以作为一个卧室的。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剩下的两间卧室。 美国房间的卧室一般都会带有一帽间。 这套房子除了小学的评分稍差是B以外,初中和高中都是A。 以地税1.879来算,每年地税在1.5W,加上HOA2200。 养这个房子每年基本开销在1.7-1.8W左右。 说到这里,大概很多小伙伴就可以推算的出来这个房子是多少钱。 那么我来揭晓一下,这一栋在84.5W。 你们有猜对吗? 大家还记得我在视频中有说过这个房子有一大缺点。 那就是对于房子的建筑面积来讲,占地面积太小。 也就是它的后院非常非常的小。 后院是有covered patio,但是它的草坪真的是可以忽略不计。 但是对于有些小伙伴真的不喜欢割草,或是花时间打理后院,这样的房子或许适合你哦。 我是休斯顿房产经纪Jessica,记得点赞加关注哦。 然后,我们 rivers沿い这个房子。 然后,让我们在一边都有时间了。 我们可以均匀了好的。 然后,我们在一边和一边边有碍货场它一个大锅, 然后,我们在一起的一个银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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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